7月18日,爆料网友一行,入住温州平阳顺西镇开晨,一旁山宇建度假酒店。 7月20日凌晨30时,发现房间内电视机上有摄像头,摄像头明目张胆安装在电视机上,正对着睡床的角度。 爆料网友发现,摄像头所对应的软件已经登陆了一个个人账号。 该网友通过一系列操作开启摄像头后,发现摄像头正好能拍摄到床,甚至整个房间内几乎一览。 事发后,他们告知了酒店发现摄像头一事,也报了警。 7月23日,酒店方就此事进行回应称,摄像头为房间智能电视机自带的外置摄像头,可进行互动舆论游戏体验,并表示,该摄像头功能只有在智慧系开机时才能使用,后台无权调用摄像头,不存在泄露安全隐私问题。 本酒店根本不存在非法阶害周先生的任何个人隐私的过所责任。 目前,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。 本酒店根本不存在骨头 可疯 本酒店根本不存在的 本酒店本不锦 雇 Kitaで放了 本酒店 것